第3031集 新纪元元年,诞辰日之后的第三天,凯旋城举行了一场盛大的婚礼。 新郎是战地七分组,而新娘则是班诺特万夫长的女儿潘妮。 出乎了战地佬的预料,在得知女儿被自己拐走了之后,班诺特并没有愤怒地和他决斗,反而祝福了他俩。 不只是班诺特,包括他的挚友科尔威,包括曾与他共事的禁卫军军团长雷泽,以及许许多多他叫不出名字的人,都向他送来了祝福。 婚礼的最后,班诺特握住了他的手,用前所未有严肃且庄重的语气说道, 你是一位真正的战士,你的忠诚、勇敢、仁慈、善良,以及慷慨,无可挑剔,甚至得到了有李乌斯元帅的认可。 作为潘妮的父亲,我对你没有更多的要求,只希望你能把那些诸多美好的东西分享给我的女儿,就像你曾经将他无私地分享给许多人一样。 爸! 潘妮的眼睛里闪烁着感动,战地七分组握紧了他的手。 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好好戴他。 松弛了严肃的表情,班诺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轻轻点了一下头。 交给你了。 虽然那句话里已经没有任何遗憾或者舍不得的意思,不过战地老却发现,这老头并没有这么简单地放过自己。 婚礼的当天晚上,他被拉着灌了好几桶的酒,差点没被当场送走。 按照班诺特的说法,身为威兰特人的女婿不会喝酒怎么行啊? 可话是这么说,班诺特自己就是个酒懵子,踩几杯下肚就趴在桌子上打起了瞌睡。 这帮文官确实不太行,真正把战地老喝趴下的还得是他的好兄弟科尔威,以及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出生入死过的好兄弟们。 战地老本以为他们会责怪他欺骗了自己,不过事实却截然相反,尤其是被骗得最深的科尔威。 这家伙非但没有将自己隐瞒身份的事情放在心上,反倒一脸不舍地握着他的肩膀。 一路顺风,伙计,我们会想你的。 一名敬卫军的小伙子也将手放在了战地七分组的肩膀上。 尝回来看看。 一名万副长大概是喝多了,嘀咕着说道。 我也去联盟当军官算了,等混成了执政官就辞职,这样才公平。 坐旁边的另一名万副长笑着说道。 不可能的吧,联盟又不是我们,哪来的执政官啊? 没有吗?我听说他们准备弄一个来着,说什么学习我们的经验。 哎呀,管他的,从小兵做起总可以吧。 看着这帮吵闹的家伙,战地七分组心中虽然感动,但还是把手放在了他们的肩膀上。 别说梦话了,好好生活,以后的日子没有那么多仗要打了。 他们都有自己的家人,并且在凯旋城都有自己的生活。 真把他们都带去了曙光城,他还真想不到该怎么安顿他们才好。 这帮家伙就是和尚投了开个玩笑,真让他们放弃这边的待遇和军衔过去,从新兵弹子开始,他们自己也舍不得。 科尔威哈哈笑着,用力拍了拍战地佬的肩膀。 战地佬回了一个无奈的笑容,却又总觉得那眼神不像是在开玩笑。 如果自己真的要带他回去,他恐怕二话不说会跟着自己走,甚至不只是他,这里许多人都会这么做。 好兄弟,保重。 他端起酒杯,和科尔威碰了一下,最后仰头一饮而尽。 就在他正打算开始喝下一轮的时候,众人的身后传来一声重重的咳嗽。 你们打算让新娘等多久,还是说你们打算另外再办一场? 穿着婚纱的潘妮正双臂抱在胸前,一脸笑眯眯地盯着战地气氛组的后脑勺。 意识到自己妨碍了小两口亲热,坐在餐桌前的一众大老爷们也觉得有些不好意思,顿时打着哈哈找着借口开溜了。 坐在餐桌前的众人一哄而散,纷纷去了其他桌,只剩下了战地气氛组和潘妮两人。 意识到自己喝多了,战地气氛组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后脑勺。 抱歉。 听到这声抱歉,潘妮笑眯眯地抽动了一下眉毛。 抱歉。 战地老一瞬间便读懂了那个眼神,明白了他想听到的并不是这句含蓄的表达。 虽然有点不好意思,但面对那期待的眼神,他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 在婚礼开始之前,他有听潘妮讲过威兰特人的习俗。 在接受了众人的祝福之后,他必须将他从宴会现场一路抱回婚房。 真正的战士不会让自己的妻子双脚接触地面,否则会被其他人取笑一整年。 好像是这么说的。 一口灌掉了剩下的半杯酒,善地老红着城墙般厚的脸,在潘妮猝不及防的小声惊呼和咯咯笑声中将其拦腰抱起。 接着,在一阵起哄的口哨和掌声中,像龙卷风一样消失在了婚礼现场。 那就像真正的龙卷风一样,来得匆匆去得也匆匆,毫不拖泥带水。 这家伙确实是个真正的战士。 某个喝多了的文官用手比划着。 我还以为他有难言之隐,所以才留在这儿,喝个不停。 旁边的另一名文官也深有为难的点头,语气赞赏地说道。 是的,和他娘家的老头不一样,我记得那次他睡到了天亮。 这儿的习俗确实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这帮肌肉长到脑袋里的家伙开起玩笑,丝毫没有顾及前执政官和现任大臣的面子。 也许是在梦中听到了这帮狗东西的窃窃私语。 原本趴在桌子上睡觉的班努特顿时怒了,拳头一吹桌子,一身老骨头都给捋直了。 你他妈说谁呢?站出来,决斗。 几个文官迅速闭上了嘴,咳嗽着转移了话题,装作无事发生。 班努特也就嚷嚷了一会儿,很快被潘妮的母亲揪着耳朵给按了回去。 你这老东西还好意思决斗,都不嫌丢人呢你。 你懂个什么? 班努特嘟囔了几句,或许也觉得心虚,最终不讲话了。 也太快了,我都没有看清。 一名留着洛塞湖的军官揉着喝迷糊了的眼睛,嘀咕着说道。 那家伙把卡车开进了大厅里吗?那算是作弊吧? 这句蠢话很快让他招来了一句白眼,坐在旁边的万夫长嘲笑道。 你喝傻了吧,怎么可能把卡车开进大厅里? 我分明看见了一辆摩托。 摩托车怎么可能开得进来?我看你才喝啥了。 演奏在大厅里的交响乐渐渐从温馨变成了激昂。 小两口已经带着众人的祝福去过他们的二人世界了, 接下来的时间属于在场的重兵客们。 他们将在这里大口吃肉痛饮美酒,直到夜深乃至天亮。 他们很久以前就已经得到了属于自己的奖赏, 和家人们一起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而如今唯一的美中部族也终于填补上了。 为我们的穿衫甲干杯! 不知是谁起头的第一句, 很快整个宴会厅里都回荡着同样的声音, 那是他们对曾经一起并肩作战过的战友发自内心的祝福。 敬穿衫甲! 攻击! 那沸腾的热情就像壁炉中熊熊燃烧的火焰, 就连挂在天边的夕阳都被抢去了风头。 夜晚里的故事或许会比所有人想象中的都要美满、绵长。 被布格拉市的事情耽搁了太久, 泉水指挥官和我最黑最终还是没有赶上战地佬的婚礼, 不过却幸运地赶上了方长和多利的婚礼。 和威兰特人的婚礼不同, 联盟这边的婚礼完全是截然不同的MMORP级网游画风。 除了少数经常与玩家打交道的NPC之外, 参与婚礼的宾客大多都是玩家。 除此之外, 参加婚礼的玩家也并没有在宴会大厅里炫饭, 不是忙着完成各种小游戏, 就是奔波于各个打卡任务之间, 攒积分换取礼品, 玩的是不亦乐乎, 这是夜时老兄的主意。 废土翁赖各方面都挺好的, 就是缺了一点正儿八经的网游该有的味道。 狗策画是指望不上了, 只能靠着他们自己动手了。 刚好方长自己也是不差钱的玩家, 想着独月乐不如众月乐, 于是直接大手一挥, 掏出一千万银币, 办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活动。 如此丰厚的奖励池, 基本上参加了就有奖, 也正是因此, 整整一天的时间, 曙光城的广场上都穿梭着跑来跑去的玩家。 一千万银币的活动啊, 这手笔就连楚光都不得不感慨, 简直是好无人性了。 顺便一提, 由于方长的亲人并不在游戏中, 而前者也暂时还没想好怎么和自己老爹老娘解释, 于是他姑且算是扮演了父亲的角色, 代替方长的双亲向两位新人送去了祝福。 至于多利这边, 他和巨石城的绝大多数孤儿一样, 并没有自己的父母, 只是请了一些幸存者日报的同事, 以及曾经共事过的哈尔和觉醒者波尔的作者斯伯格, 本来他还想邀请尼扬的, 但很遗憾, 后者已经不幸离世了。 为了感谢曙光城幸存者日报的帮助, 蒙马大学派了一名教授过来, 代替尼扬参加了他的婚礼, 那人叫菲奥多, 据说曾是尼扬的学生, 只是默默地站在礼堂的一角, 并没有与任何人交谈, 也没有人主动与他交流。 完成仪式的楚光退到了一旁, 将礼堂正中央的舞台让给了两位新人。 看着穿得人母狗样的好兄弟方长, 和他面前那位披着婚纱的美丽新娘, 楚光眼中充满了欣慰与赞赏。 没想到, 这个独身主义者居然也成家了。 他依稀记得, 这个很久以前就已经财务自由, 过着令人羡慕生活的家伙, 曾在牛马群里吹牛, 说什么谈对象无所谓, 这辈子是不可能结婚的, 在这个满大街都是速通玩家的时代, 他宁可在家里养只猫。 顺便一提, 和见多识广的方长老哥不同, 毛都没长齐的叶石, 在许多年前也是这么宣称的。 现在看来, 还是老白和狂风一直发挥稳定啊, 前者退伍之后便沉迷游戏, 后者则是一如既往的只对新事物感兴趣。 就在楚光笑得像个老父亲一样的时候, 不久前已经退休的老查理走到了他的身旁, 作为很久以前就跟在他身边的避难所居民, 这位曾经做过教育部长以及刑商工会会长的老头, 也算是联盟的元老人物之一了, 并且一直以来工作都是兢兢业业, 一丝不苟。 起初这位老先生申请退休, 好几次都被楚光给挽留住了, 直到最近, 他拿着楚光第一医院的体检报告亲自登门拜访, 楚光才不好意思继续挽留, 批准了他退休的请求。 人毕竟年龄大了, 也该想几天轻浮了。 不过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啊, 楚光总觉得这老头自打退休之后 也没消停几天, 隔三差五就来自己耳边唠叨。 尊敬的管理者先生, 有句话我不知道当讲不当讲。 心情不错的楚光笑着说道。 说说无妨。 做好了被回绝的准备, 老查理深吸了一口气, 忠心耿耿地开口继续说道。 虽然我不想催你, 但如今废土纪元都已经结束, 就连您最忠诚的部下都陆续安定了下来, 哪怕是为了那些支持您的人, 您也该考虑一下您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果然又是这句话, 楚光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 正想随口敷衍过去, 不过到了嘴边的话又停住了。 好像也是啊, 以前可以用没那个时间推脱, 但现在已经是新纪元了。 嗯, 你说的也有道理, 我考虑一下好了。 老查理脸上露出错愕的表情, 随后满眼的笑容化作了惊喜。 管理者居然听劝了。 周围的玩家暂时没有注意到这边的情况, 而埋伏在人群里的记者们却是瞬间沸腾了。 广场的边缘, 坐在肉肉肩膀上的尾巴举着望远镜, 一脸羡慕的表情。 哥, 等尾巴有钱了, 也要这么溜萌心。 人类, 就像虫子一样。 感受到了那莫名其妙中二起来的气息, 肉山大嬷嬷做了一个无奈的表情。 重点难道是溜萌心吗? 不过, 好像意外的还挺有趣的。 幻想着成为服务器的传奇, 肉肉不自觉地露出了连熊都会不寒而栗的笑容。 看着这两对异想天开的火宝, 思思情不自禁地扶住了额头。 呃, 我总觉得钱的问题并不难解决, 可问题是, 阿威有可以举行仪式的对象吗? 一千万银币倒是小事, 白熊银行在东婆罗海银岸的名气并不输给白熊骑士团。 后一个就有点麻烦了, 嗯, 得想办法暗杀一下。 尾巴说道。 你先有对象才可以吗? 嗷嗷芝麻狐哭笑不得地说。 倒也不是不行, 但如果没有感情基础的话, 感觉会很奇怪吧。 总不能因为肉肉换毛举行活动吧, 别说NPC会感觉奇怪, 其他玩家恐怕也会觉得莫名其妙。 看着身受打击的阿威, 丝丝露出了一副真拿你没办法的表情, 轻轻咳嗽了一声。 嗯, 其实也没必要刻意去找, 实在找不到的话, 嗯, 到时候我陪你好了。 啊, 也好了。 阿威似乎又重新恢复了精神, 干尽十足地竖起了拇指, 而看到那可爱的模样, 丝丝却像是胸口中了一枪, 两抹红侠浮现在了表情并不丰富的脸上。 等等, 四, 你冷静一下。 没有时间可以耽误了, 镜伤T灵的窗口器转瞬即逝, 我们得在公测正式开始之前, 弄一艘星舰出来。 肉肉, 吃麻糊, 该出发了。 那种东西, 要到哪里去弄啊? 要不, 还是先从试着成为T1开始吧。 第三千零三十三期 怀着成为版本最强想法而踏上征途的, 不只是白熊骑士团一行人。 就在广场的另一边, 两个刚进游戏还没两个小时的愣头青, 正站在距离喷泉不远的台阶上, 雄心勃勃地望着那人来人往的广场。 废土偶尔, 本大爷可算是进来了。 其中一个个子瘦高的男人发出放肆的怪笑, 双手夸张地插腰。 那副新手村反派boss的造型, 就算以玩家中射牛的标准而言, 也显得有些夸张了。 至于趴在他旁边不远, 对着地上的瓷砖又默又舔的家伙, 就连玩家都情不自禁像其投去了看怪物一样的视线。 这家伙疯了吧? 精灵王富贵忍不住吐槽了一句, 站在一旁咬着烤螳螂腿的伊雷娜, 则是一脸滑稽的表情。 也许吧, 不过话说回来, 那个个子瘦高的家伙, 好像是杨教授。 他打开第四代VM的全息地图页面, 果真在那悬浮窗的一侧看见了熟悉的字样, 雷电法王杨教授。 好家伙, 还真是他。 凑到地图前的精灵王富贵, 脸上露出了见了鬼的表情, 嘴里叼着螳螂腿, 伊雷娜摸着下巴在屏幕上点了两下, 将地图放大。 是他没错了, 你想象中的傻雕, 旁边那个是暴龙战士? 这家伙居然成年了, 真的假的? 说之的同时, 他抬头瞧了一眼前面那个趴在地上滋溜着地板的家伙。 好吧, 看得出来他确实很激动。 这公厕一开, 真是感觉什么妖魔鬼怪都冒出来了。 精灵王富贵的脸上带着一言难尽的表情, 值得一提的是, 最近废土翁赖正在为即将开启的公厕预热, 每日发放头盔的数量忽然暴涨了一大截。 看来不只是核聚变技术突破了, 废土翁赖幕后运营商的头盔产能和服务器算力, 也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 哎呀, 真是赶上了好时代, 可喜可贺呀。 只不过与此相对的是, 随着玩家圈子的扩大, 一些问题也随之涌现了出来。 任何游戏都是如此, 一旦圈子扩大了都难免会冒出一些奇形怪状的小鬼。 这类家伙对整个游戏社区的贡献为零, 更没有任何以上的归属感, 甚至以影响其他人的游戏体验为乐。 要么就是充当道德标兵给人戴高帽子, 要么是教人玩游戏, 要么提出毫无边界感的所谓合理的要求。 和这类人一比, 以嘴臭闻名全服的一奥兄弟都显得友善许多。 毕竟, 当一个人口嗨到了极致的时候, 其自身性格上的缺陷, 反而导致他干不出来太离谱的事情。 唯一值得庆幸的是, 废土online姑且算是由必源设备启动的主机游戏, 总归是没有开挂的大哥。 至于其他潜在风险, 目前来看, 也只能通过拉长新人玩家的游戏时长, 来增加放弃账号的沉默成本了。 不过, 仅仅这样就能杜绝自爆卡车吗? 精灵王富贵其实是有点悲观的, 毕竟任何临选机制都不可能做到对风险的完全排除, 甚至于他所担心的事情在未来几乎是一定会发生的。 可话虽如此, 伊雷娜却有不同的看法。 虽然站在运营商的立场上可能会希望垄断这项技术, 但从现实的角度上来讲应该是不可能的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 总会出现类似的VR加MMORPG游戏, 甚至不只是MMO和RPG, 像是MOBA、SLG之类的游戏, 肯定也会移植到这个全新的完全沉浸式平台上。 而这些规则相对没那么硬核, NPC也没那么逼真的游戏, 也将分流一大部分接受不了废土翁赖硬核设定的乐子人。 简单来说就是赌不如输, 至于剩下的那就交给时间了, 指望事事都防患于未然是不可能的, 哪怕现实中都会出现各种意外, 更别说一款游戏了。 思索了片刻之后, 伊雷娜试着提议道, 把新手村放的彷徨沼泽如何? 时机之前不能换地图, 那儿的怪物多。 精灵王富贵挠了挠后脑。 会不会强度高了点啊? 伊雷娜耸了耸肩膀。 还好吧, 也是有普通人在那里生活的, 只是气候可能冷了点。 目前,尊敬的苟策画在官网上开通了留言通道, 面向全体封策玩家征求公策意见, 并呼吁广大封策玩家踊跃发言, 到时候去提一嘴好了。 就在两个老玩家比狗策画还认真地规划着 废土翁赖未来的时候, 趴在地上舔地板的暴龙战士, 也终于在完全射死之前, 被雷电法王杨教授拎着脖子提了起来。 你这家伙正常一点, 你没发现周围的人都在看我们吗? 暴龙战士一脸满不在乎的表情。 哎,有什么关系, 反正他们又不知道我现实中长啥样。 此时此刻的他并不知道, 曾经也有许多人这么想过, 而后全都无一例外地后悔了, 比如刚建号的时候没有取个读出来没那么射死的名字, 比如刚出生的时候给自己留点面子等等。 不过经历了这么多个版本, 周围的NPC们似乎也都习以为常了, 并没有像以前那么放在心上, 毕竟隔三差五就会出现类似的状况, 他们只当是最近又冒出来的蓝地鼠了。 哎呀,算了,不和你扯淡了。 撇了这个城市不足败事有余的家伙一眼, 杨教授将目光投向了面前的广场, 嫌弃的脸上重新露出了自信洋溢的笑容。 虽然和预想中的情况不太一样, 不过也没什么差别了, 属于我的时代终于要到了。 预约了五年才预约上啊, 这吊游戏可真是有够他们大牌的, 不过这身临其境的体验也不枉他等这么久了。 杨教授微眯着眼睛, 欣赏着那洒在喷泉上的阳光和彩虹, 看着那浮动在光影中的灰尘, 还有那人来人往的街道, 穿梭在公路上的汽车, 以及背着武器行走在街道两侧的废土客们。 逼真, 简直太逼真了。 不过说起来, 有一件事他挺在意的, 明明是第一次进入游戏, 他却有一种在梦中来过这里的即逝感。 第三千零三十四期 喂, 暴龙, 干啥? 暴龙战士一脸呆向地看着他, 有点不确定这个装逼犯是不是在叫自己。 杨教授摸着下巴, 我怎么觉得有点眼熟。 暴龙战士挠了挠头。 官方论坛上, 有人PU过照片吧, 你是不是记错了? 也是。 论坛上一直有人晒自拍来着, 这广场又是曙光城最知名的地标。 也罢, 杨教授摇了摇头, 没太将那琐些的细节放在心上, 只伸着脖子在广场上四处张望起来, 寻找另一位约好了一起组队的网友。 此人乃是官网论坛大名鼎鼎的爷傲兄弟, 爷傲奈我何? 早在废土翁赖开服封册的时候, 他便是混迹论坛的知名群传了。 虽然此人战斗力沉迷, 且名声以恶名为主, 但毕竟黑粉也是粉啊, 而且郑重杨教授的吓坏。 实不相瞒, 考虑到废土翁赖封册五年, 各种玩法已经被无限深耕, 想靠传统的套路晋级涕零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此, 他打算组建一支由鬼才组成的队伍, 专门开发邪道流玩法, 剑走偏锋, 最终劣币驱逐良币, 成为全服第一的泥石流。 当不了秩序正义的涕零, 那就当混乱邪恶的涕零好了。 杨教授只是想一想都激动了, 就在他伸着脑袋四处张望, 寻找着爷奥兄弟的时候, 一位娇小端正的少女正站在喷泉的另一头, 望着那澄澈透明的水面发呆, 他已经记不清楚自己是怎么从复活点走来这里的了, 整个人就像傻掉了一样, 不过和那些存在本身便充满了行为艺术的玩家相比, 他的登场方式反而显得过于正常。 这光, 这水, 这空气, 还有这白花花的腿, 瓷砖, 简直吊爆了好吗? 等等, 所以说, 完全沉浸式虚拟现实游戏居然是真的, 后知后觉的他这是在想起来, 曾经自己在官网论坛上嘴硬的那些话, 而也就在一瞬间, 那张白皙的脸瞬间变成了猪肝色, 仿佛下一秒就要爆炸了。 何弹呢? 老子要把这个福西炸了! 就在一奥奈我和大惊失色四处张望的时候, 刚学会怎么用地图的杨教授, 总算是发现了这个桀骜不驯的家伙。 如今的VM已经不像最早封测时那样, 需要做一大堆任务才能获得了, 刚进游戏就会送一个功能简化的阉割版, 这主要是防止新玩家走丢, 或者和NPC因为语言不通发生冲突。 当确认眼前这家伙就是自己要找的人, 杨教授顿时像挨了电疗似的傻了眼。 华操, 你就是一奥奈我和呀? 虽然他有想过, 这家伙可能是个毛都没长期的嘴臭小鬼, 但他怎么也想不到会搞错这家伙的性别呀? 而且这家伙资料卡上不是写的是男的吗? 难道卖号了? 不, 这绝对不可能。 那强烈的急事感提醒着他, 他曾经在哪里见过这个家伙, 而且那个一奥奈我和毫无疑问是带坝的, 怎么这个没了? 说起来, 那段莫名其妙的记忆也是够怪的, 怎么可能有人在大庭广众之下把裤子脱了吗? 就算是游戏里。 过于强烈的冲击让杨教授的大脑嗡嗡作响, 也彻底打乱了他的反派计划。 靠这家伙吸引志同道合的邪道流玩家? 不不不, 做不到的吧。 总觉得这家伙的眼神在瞧不起人, 也要一脸不爽地看着他。 哈你爹干什么? 真是态度恶劣的小鬼呀, 杨教授感觉拳头硬了, 但还是笑眯眯地说道。 你这家伙, 我的意思是你好, 我是雷电法王杨教授, 请会。 哼, 你就是杨教授啊。 那鼻孔朝天的态度没有任何变化, 也要奈我和眼神狐疑地上下打量着他。 就你, 要带我升级? 杨教授奈着性子说道。 我原本是这么打算的, 不过没想到, 呃, 话说你是刚成年, 哎呀, 方便问一下吧, 五年前你刚预约的时候, 真是初中生啊。 也要奈我和呵呵一笑, 双臂抱在胸前, 毫不客气地说。 哼, 是又怎么样, 要你个老臂登管? 一条杂鱼, 哪然那么多屁话? 不行了, 他已经忍不了了。 原本还抱着好好交流想法的杨教授, 终究是被骂破防了, 脱口而出一句国粹, 他便撸起袖子冲了上去, 和这小鬼扭打在一起。 不过, 身为智力系测试的他, 大概是没想, 这小鬼选的精英序列, 居然是N个版本前的下水道, 力量系。 这一拳六十公斤的力量, 把他满眼金星都给打了出来, 而他的动作, 在那个小鬼的眼里却慢得像是蜗牛爬一样。 不得不说, 力量系的初始面板对于需要成长时间的智力系而言, 那是压倒性的强啊, 尤其是双方都没装备的情况下。 骑在杨教授的脖子上, 砰砰就是两拳, 也要奈我和也被这家伙的弱机程度给吓了一跳。 大名鼎鼎的雷电法王杨教授, 居然被他揍得毫无还手之力。 难道也其实很强? 喂喂喂, 一言不合就动手, 结果就这点本事。 自信心膨胀的他, 脸上露出不良少年一般的笑容, 朝着大概是掉线了的杨教授又是一拳。 哼, 带我升级, 就这, 杂鱼。 此时此刻的俩人压根就没有意识到在安全区PK意味着什么。 这一拳头还没挥下去, 俩人便双双掉了线, 被赶过来的警卫抬到了车上。 第一次警告会封禁24小时, 下一次可就不好说了。 看着被警卫带走的俩人和散开的吃瓜群众, 站在一旁围观的暴龙战士沉默良久, 终于是发出了一声由衷的感慨。 没想到, 这游戏已经发展出了一套完善的刑法, 未来黑暗世界的君王居然败在了区区几个小片井的手上。 要不还是找个正常点的大哥带吧, 这游戏也太真实了。 第3035期 24小时的风景并不算漫长, 只不过让杨教授没想到的是, 24小时之后还有72小时的物理禁闭, 顿时让原本抱着不过如此想法的他, 感到了一丝丝法律的危言。 严格意义上来讲, 24小时调限惩罚是玩家手册上对于违规游戏行为, 比如安全区PK的上线封锁措施, 而后者则是曙光诚自己的关于公共场所斗殴治安管理处罚条款。 是的, 玩家不但得遵守玩家的规则, 还得遵守NPC的法律法规。 前者大概是由不可控力强制执行, 相当于规则的力量, 就算是替零玩家也会被秒杀, 而后者则是由当地的暴力机关自主执行, 具有一定的可操作空间, 可以申诉或者找律师帮忙, 就如同NPC触犯法律时一样。 合理推测, 如果实力足够强的话, 杀光警卫越狱也是可行的, 只不过由于这座看守所大概是位于安全区内, 在越狱的一瞬间就有可能触发玩家手册的条款, 从而导致数罪并罚。 顺便一提, 由于玩家的特殊性, 玩家坐牢和其他人也不太一样, 除去每天八小时的固定扣除, 仅上限时间才会计算刑期, 如果当天不上限打卡, 八小时的固定扣除也会被取消, 而在此期间就算自杀也没有用, 甚至会被视为逃避惩罚的恶意违规行为, 刑期一旦超过二十年, 游戏资格就被默认收回了, 并且失去再注册的资格, 所以哪怕想干可能鸿鸣的事情, 也最好不要在安全区里做, 否则很可能同时被GMNPC 以及爱好正义与和平的玩家建立秩序。 唉,没办法了。 望着冰冷的铁窗, 雷电法王杨教授叹了一口气, 姑且是将钻空子的想法放在了一边, 主要是没那个必要啊, 二十四小时减去八小时还剩六十四小时, 每天打卡一次八天就能出狱, 老老实实坐牢的话, 两天半就能从这鬼地方出去了, 联盟的法律不算严苛, 还是别节外生枝比较好。 然而, 就在杨教授已经任命了的时候, 蹲隔壁牢房的爷傲却并不消停, 这小鬼一醒来就抓着铁栅栏晃得是咯吱直响, 不但用脚踹着牢房, 还用极致的嘴臭向看守所的警卫挑衅着, 我说你们这些NPC到底有没有一点自觉啊, 老子可是玩家耶, 玩家, 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本大爷可是不死之身, 爷可以失守无数次, 而你们只能失守一次, 识相点就赶紧把爷放了, 懂? 行啊, 不放人是吧? 我看你们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 等着吧, 等爷出去了, 就一拳把你们管理者给搏杀了, 我可是知道的哟, 你们的致命弱点, 等着重启服务器吧, 忘恩负义的家伙, 你们就是这样对待你们的救世主的? 我, 我可是404号避难所的居民, 避难所居民的含金量懂吗, 滚过来添我鞋底啊杂鱼, 呀, 破坊了破坊了, 你们肯定破坊了对不对, 狗逼策划, 什么垃圾设定啊, 不会做游戏做什么游戏, 滚去要饭了, 是我大便吧杂鱼, 现实中, 肯定是个连女孩子手都没有摸过的宅男吧, 真是恶心呐, 哥, 求您了, 放我出去吧, 我保证再也不敢了, 这傻伙该不是哭了, 屁打那挫折, 不至于吧, 杨教授本想装作没听见, 但无奈那哼哼唧唧的声音实在是太吵闹了, 尤其是玩家是单独的牢房, 这除了他俩根本没有别人, 他想找个育友聊天转移注意力都做不到, 真是啰嗦, 我说你能不能别吵了, 好歹也云了五年, 你是不知道NPC用的是人连语吗, 还有, 给自己积点口德, 满嘴大便大便, 只会让人觉得你整天吃那东西, 我真替你父母感到惋惜, 除了缺乏家教之外, 他实在想不出来更合适的理由, 然而, 就在他准备以长者的身份, 对着家伙调料一番的时候, 却不想, 前一秒还在打嗝的一奥奈我和, 突然就像打了狂话针一样暴走了, 卧槽, 要你个老鼻灯管啊, 杂鱼, 我这一拳六千吨的威力, 你挡得住吗, 吃我口水去吧, 呸呸呸呸呸呸呸, 杨教授那满是肿包的额头青筋抱起, 牙齿咬得咯吱作响, 妈的, 拳头又硬了, 也许是因为一大波新玩家突然涌入的原因, 曙光城的看守所从未如此吵闹, 不过总体上来讲, 大多数玩家还是比较正常的, 吵得也只是那一两个自我意识旺盛的家伙罢了, 连重点关注对象都能正常进入游戏, 其他玩家应该问题不大, 把彷徨沼泽作为新手村, 这个有些太夸张了, 那里作为二十级地图更合适一点, 把新人扔过去纯粹是给当地人添麻烦, 搞不好会影响对科委会的接管, 总之程序能跑就不要管了, 至于剩下的, 等公厕之后再说好了, 404号避难所的B5层, 看着屏幕上的监控画面, 楚光摸着下巴撕存着, 看着一丝不苟的管理者, 坐在椅子扶手上的小妻晃悠着小腿, 一副崇拜的样子仰望着他, 不愧是主人, 即使是新纪元了, 也在幕后兢兢业业地, 为玩家们操碎了心呢, 楚光淡淡笑了笑, 用轻松的口吻说道, 操碎了心不至于, 整个游戏的框架已经完成了, 剩下的工作, 就是一些小幅度的微调了, 他现在的心态大概就像, 终于用积木搭好了一座庞大的城堡, 确认这座城堡能助人之后, 他就能放手将其余锦上添花的工作, 交给其他人去做了, 承接犯罪者是警卫的事情, 审判罪犯是法官的事情, 确定法律是代表会的事情, 各部门如何运行, 由各个部长与未来的执政官商量着进行, 同时地方事务由地方代表会与当地行政长官协商进行, 整个框架基本上是如此, 至于这棵小树苗以后会长出什么样的枝芽, 长成什么样的森林, 那就得看天上刮多大的风, 下多大的雨了, 作为整款游戏的设计者, 他负责的工作也仅此而已。 第三千零三十六集 说起来, 贝塔事件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我听说他们的核聚变反应堆好像点火成功了。 嗯, 一个月前就已经成功了呢。 是吗? 不错不错。 楚光的脸上带着由衷欣慰的笑容, 很久以前他曾半开玩笑的许诺, 说等一切结束之后, 补偿狂风兄弟一个诺贝尔奖, 不过现在看来, 区区一块奖牌好像未必配得上严峰教授的成就了。 说到好兄弟们的梦想, 他记得方长的梦想似乎是把多利接到现实去见他的父母, 在现实中再办一次婚礼。 这个好像反而是最容易实现的, 在现实那边弄个克隆体作为意识的容器就搞定了。 夜时这家伙的梦想基本上已经在游戏里实现了, 没什么可说的。 至于老白, 大概属于退休老头的心态, 能悠闲地享受和平生活就无所谓了。 说实话, 除了将这个善意的谎言一直圆下去, 楚光还考虑过另一种结局, 那就是在一切结束之后玩个大的, 把飞土online的真相干脆公之于众。 简单来说, 也不装了, 摊牌了, 老子不但是高等闻名, 而且就是两百年后的你们。 飞土online公测服务器如期开启, 不过不再是以形态形成场技术为媒介, 而是真正意义上的MMORPG游戏, 运行在β宇宙本地服务器上。 作为运行在β宇宙的本地服务器, 它可以给游戏本体, 添加一些现实中没有的夸张技能, 以及只有虚空才会出现的超现实标准的怪物。 制作这个游戏很容易, 理想城有一大堆游戏公司可以接手, 其中几家游戏公司甚至还是它的小玩家们自己开的。 如此一来, 新玩家可以体验封测期错过的资料片, 老玩家也可以抱着玩怀旧服的心态去重温以前的故事, 同时弥补以前未完成的遗憾。 至于飞土online封测服, 则更名为α服务器, 作为β服的测试服, 仅开放给获得封测资格的玩家, 以及封测阶段的预约玩家, 和β服务器中表现突出的虚拟账号持有者。 另外, 银币以及原有的技术转让通道仅关联在α服务器上, 至于β服务器, 则用全新的游戏货币系统, 按照正常的MMORPG网游的方式运营。 虽然公布真相有可能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一定程度的恐慌, 但长远考虑, 这似乎是最接近两全其美的办法。 真实的世界永远不可能满足所有人的游戏体验, 但真正的虚拟世界却可以。 况且废土这边也容纳不下数以亿计的玩家, 如果公测了还有限号, 那又和封测没有任何区别了。 楚光越想越觉得有搞头, 食指在椅子的扶手上轻轻敲了敲, 立刻看向小七说, 说起来可控聚变点火之后, 现实那边有没有人发现一些端倪? 比如, 意识到废土OL这边其实是真实世界? 小七用清脆的声音回答。 主人, 类似的猜错从二法实验开始支出就有了哦, 只不过一直没有成为主流罢了。 相反, 由于可控和聚变点火成功, 支持友善接触论的降临派已经成为了各国中层以及高层的主流。 另外, 根据小七的调查, 高等文明通过第九类艺术载体对地球文明进行启蒙, 等相关陈述在各国高层文件中出现的频率已经以压倒性的优势超越了第一观察论。 而在一些欠发达地区和小型经济体, 甚至出现了当局鼓励本国国民前往废土OL官网进行预约的情况。 考虑到银币的价值, 出现这样的情况倒是不奇怪。 毕竟银币真能换到技术, 哪怕不够换技术也能从大国的手中换来外汇, 怎么都比挖数字货币靠谱啊, 而且还不算特别的耗电。 废土Online并不是没有外国玩家, 只是碍于语言以及文化障碍, 无论是玩家群体的规模还是官网上的发帖量都相对有限罢了。 是吗? 看来公布真相的选项也是有一定基础的。 嗯,404-β号避难所那边呢? 那边现在是什么情况? 解锁了B5层之后, 楚光已经读过了完整的404号计划。 根据计划资料中的描述, β裂变体可以视作携带完整记忆重生到2014年的教授。 能够只用短短7年的时间在繁荣纪元前的时代建立一个庞大的影子机关, 并在幕后完成如此庞大的计划, 这家伙也算是个相当厉害的人才了。 当然了, 站在对方的立场上看, 只有五年便通关了废土翁赖的自己, 也未尝不是同样的感想。 他们都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把事情做到了极致, 如果有机会在同一条时间线上面对面的话, 他们大概会惺惺相惜吧。 小七说道。 β裂变体已经将管理者权限移交给阿尔法宇宙的404号避难所, 也就是我们这边。 至于教授本人, 他似乎打算去探索太阳系外的世界, 据说那是他原本的历史使命, 他打算继续做这件事情。 历史使命吗? 在责任感这方面, 他倒是与那家伙如出一辙。 楚光所说的那家伙, 指的自然是那个死在两百年前, 并在视频里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阿尔法世界的教授。 和主人也很像呢。 我?完全不像吧。 我可不会仅仅因为这种浅薄的理由, 就把自己放逐到太阳系之外。 楚光的嘴角轻轻牵起了一丝笑意, 虽然否定了将自己和那个人混为一谈的说法, 但话里却并没有任何瞧不起的意思。 那家伙应该还有其他的理由, 不过那种事情只有他自己知道了, 外人就算去猜也没有任何意义。 看着没有说话的楚光, 小七用清脆的声音继续说道。 目前404-β号避难所的头盔产能 已经达到单日三千台, 库存将近二十万台, 理论上我们能立刻新增二十万名玩家, 并保持最多每日三千个封策资格发放。 楚光食指摸索着下巴, 私存着说。 哼, 照这个速度发放下去, 一年最多能增长一百万个玩家, 而且考虑到玩家数量的增长, 形态形成场装置的维护也会成为问题。 看来, 担任负责人的是他的助手, 一位名叫袁李的博士。 袁李? 听到这个特别的名字, 楚光意外之余不禁被勾起了许久以前的回忆。 根据大猎谷中的资料, 自从战舰尾解体之后, 杰伦博士带着技术部的骨干人员去了彷徨沼泽, 而袁李和方法这两位同样被学院视作创始人的大佬, 则是从废土上直接消失了。 后来, 他在101号避难所找到了方法博士, 至于袁李则是一直下落不明。 没想到, 这家伙居然跑去了β世界。 居然是他? 也许是为了照顾玩家的游戏体验, 曙光城的玩家专用牢房做得相当的智能化, 甚至将剩余行期更新在了一块巴掌大小的屏幕上。 然而看到那三位数的剩余时间, 杨教授却是陷入了彻底的绝望, 这牢咋还越坐越长了呢? 栅栏门的外面, 一名穿着打扮相当前卫的玩家, 一边摆弄着VM, 一边带着一言难尽的表情抠头。 隔着一堵墙, 真亏你们能打起来啊。 他的ID叫 朱氏念着道。 序列等级, 刚刚二十, 原本他打算去彷徨沼泽做任务, 甚至连火车票都买好了, 结果却忽然收到了警卫队发布的新手引导委托, 没想到曾经也跟着大佬屁股后面混的自己, 居然有一天成为了NPC们眼中的高丸。 抱着这多不好意思的想法, 他二话不说, 接下了这个奖励并不算丰厚的委托。 结果令他没想到的是, 居然在这里看见了论坛上的两位名人, 怎么形容呢? 杨教授的游戏形象倒是挺符合他一直以来对这家伙的印象, 猥琐的气质像极了CS1.6的眼镜哥, 剔个平头估计就更像了。 至于一要就…… 呃, 姐? 如果去掉那野兽前辈一般的气质, 姑且算是一个娇小端正的姑娘。 是不是搞错了什么呀? 他先动了手, 他都非礼我! 铁栅栏被撞得光光直响, 就像被战车碾上了一样, 斜眼看着双手抓着栅栏, 恨不得把脸从缝中挤过去的一奥。 已经冷静下来的杨教授嘖了一声, 嫌弃这两个字已经刻在了脸上。 朱氏念着道, 挠了拿头, 食指在VM上点了两下。 是吗? 虽然你这么说, 但监控里可不是这样的。 看守所的监控是AI在管理, 他只是一个过来帮忙的玩家, 自然不可能有权限查看那种东西。 不过事情的经过, 姑且还是以文字的形式更新在了任务界面上。 简单来说, 这次是一奥挑衅在先, 嘴巴伸出牢房拐了个弯, 抄着隔壁吐口水。 当然了, 杨教授伸出拳头去揍人, 也谈不上有多无辜就是了。 后面的事情, 大概就是杨教授一拳不中, 反被一奥抓住拳头一顿猛啃。 最终, AI大概是看不下去了, 于是呼叫了警卫过来, 给两人分别加了七成二十四小时的刑期。 见到栽赃失败, 一奥的脸瞬间绿了。 监控? 这里居然有监控? 朱氏念着道, 无奈地摊了一下手。 这有什么好奇怪的? 这服务器里又不是只有你一个玩家, 玩家能干出什么离谱的事情, 你自己心里多少还是有点数的吧? 曾经有一位名叫白银之爹的大佬告诉过他, 这座看守所里的每一块砖头都是历史的教训的, 当然, 也包括摄像头。 虽然很少有十几以上的玩家被封禁, 但新手期还是存在一定比例的封禁玩家的。 大多数玩家都是在度过了新手期之后才逐渐正常起来, 哪怕不顾及其他人的游戏体验, 也得顾及一下自己宝贵的账号啊。 也要奈我和的面子有些挂不住, 眉头抽动了一下, 握着栅栏门的手发出歌吱的声响。 你这家伙挺嚣张的嘛, 叫什么名字啊, 多少节啊? 诸室念者道。 怎么有人叫这么奇怪的名字呀? 诸室念者道, 道者念是诸, 呸, 你这家伙竟敢心动本大爷, 杀了你信不信? 我就叫这个名字, 是你自己非要道着念的。 被吵得实在是头大, 杨教授深深叹了一口气, 打断了两人的对话。 唉, 行了行了, 老子认灾, 说吧, 你是接到了什么任务? 二十级, 这个级别对其他萌星来说姑且算是大老, 但在晕了五年的杨教授眼里, 却和小孩子没什么差别, 不过是刚到普通玩家的门槛罢了, 还不值得他重视, 他的野心可是成为T0级别的强者。 诸室念着道食指抠了抠头, 盯着VM屏幕上的任务界面说道, 简单来说, 你们在耗子里的行期超过了168个小时, 于是系统判定你们可能对游戏规则存在误解, 于是安排我来帮助你们尽早融入游戏世界。 规则? 那玩意儿就是用来打破的。 爷傲将双臂抱在了胸前, 那桀骜不驯的模样恨不得把鼻孔撬去了天上。 哼, 等爷出去就把你们都杀了。 这家伙的态度可有够拉仇恨的, 不过, 朱氏念着道, 却总感觉他可能只是想试着说一说这个台词而已, 也就懒得和他一般见识了。 是是是, 等你出去就把我们都杀了, 那么为了早点离开这地方, 要试着踩一下缝纫机吗? 也要瞪圆了眼睛。 啊? 爷为什么要做那样的事情啊? 朱氏念着道赵本宣科地继续念叨。 布格拉市急需救援物资, 包括包扎用的纱布和难民居住的帐篷。 你们被分配到了门帘的生产车间, 简单来说就是给两片布装上拉链, 是不是很简单? 所以说, 老子为什么要做那种事? 可以减刑哦。 我, 我踩。 牢固的铁栈栏门就像被野猪撞了似的搁吱一晃, 双手抓着铁栏杆的野药脸上 写满了哀求和渴望。 那张挂着鼻涕和眼泪的脸, 把朱氏念着道吓了一跳。 不至于吧, 不是才坐了24小时的牢吗? 好像还没到24小时。 现实中的看守所大多是大通铺, 这好歹是个单间了。 那我就给你抱上了。 不是了那看救命恩人一般的眼神, 朱氏念着道看向了蹲在隔壁的杨教授, 和那只挂着一排狗牙印的手, 眉头不禁跳了跳。 这家伙是真要啊! 你呢?手没事吧? 没什么大碍, 一点小伤而已。 似乎并不愿意承认自己打输了, 杨教授嘴硬地扔下一句话, 他动了动脖子, 热身似的伸展了一下胳膊和腿脚, 脸上露出了邪魅的笑容。 就当是管理者对我的考验好了, 不管是缝纫机还是水库的沙子, 全都放马过来吧。 他迟早会将这一切踩在脚下, 这条征服之路就从踩缝纫机开始好了。 算了,都有这个阶段。 朱氏念着道咳嗽一声收起了抠紧的脚趾, 匆匆给两人打开了牢房的门。 你们两个跟紧我, 一会儿别乱跑。 瞥了一眼四季而动准备逃走的俩人, 他好心地又补充了一句。 再增加刑期的话, 可就要转到正式监狱服刑去了。 好不容易赶在公厕前拿到了封册资格, 这时候要是被送进了正儿八经的监狱里, 别说什么成为服务器T0, 怕是很长一段时间都只能玩铁窗online了。 两个活宝瞬间冷静了一下, 彻底不再打那些歪主意了, 至少俩人现在是没别的想法了。 第三千零三十八集 就在一奥奈沃和宇洋教授将缝纫机采冒烟了的时候, 从曙光城出发的白熊骑士团 已经重新抵达了中州大陆的最北边, 临近滨海城的莫洛科瓦市。 在这片积雪足有一人高的苦寒之地, 坐落着地球上最小的变种年军母巢。 她的名字叫莫莫, 和这颗星球上的其他母巢不同, 长期处于休眠中的她, 是一个彻底躺平的家伙。 洛宇大佬曾经带着小宇来过一趟这里, 原本是打算将她清除掉, 不过后来就像对百月行省的母巢一样放弃了。 按照这位莫莫自己的说法, 莫洛科瓦市的市民早在她降临之前, 就因为气候原因转移了, 等她醒来已经是着陆之后的第五十个年头。 由于气候太冷的缘故, 她一多半的时间都徘徊在半梦半醒之中思考军声, 而最终她得出了一个结论, 即,自己无论怎么发育, 也不可能超越那些降落在温带附近的兄弟姐妹们, 而最终要么成为后者的养料, 要么被人类消灭, 于是干脆就开摆了, 将征服世界的野心彻底交给了后者们。 因为有大把的时间可以挥火, 她甚至发育出了艺术细菌, 在严酷的寒冬中自创了一套独特的音乐体系, 和取悦自己的舞蹈。 这倒是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 总之, 在确认了她的危险在可控范围内之后, 联盟准许她继续生活在自己的领地, 代替彷徨沼泽已经被彻底摧毁的生态系统, 除了名为默默的母巢, 正还坐落着学院与联盟联合设立的特区, 以及锦林特区的四号地。 前者是联盟在彷徨沼泽最大的存档点, 而后者则是科委会旗下的航天工业基地。 尤其是后者, 这座航天工业基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 在学院以及科委会的体系中都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 不过, 那也是很久以前的事情了。 自从学院与联盟达成协议之后, 四号地的工程师便陆续转移到了南方, 而这座航天工业基地的战略地位也逐渐被旁边的特区所取代, 其中一部分工厂开始为拉格朗日点空间站供货, 而剩下的工厂则则在产能转型期荒废了下来。 望着眼前那座结上冰的巨大厂房, 以及仓库里那些如同冰山一般壮观的结构材料, 毛茸茸的肉肉情不自禁地瞪圆了双眼。 啊,这些都用不上了吗? 约莫五十多岁的老工程师站在一旁, 裂开的嘴角飘出了白雾。 啊,已经用不上了, 我们的头改变了主意, 打算直接在拉格朗日点修我们的末日方舟。 芝麻胡也由衷地感慨说, 感觉就这样荒废点, 未免也太可惜了。 尾巴也煞有介事地点着脑袋。 嗯,就是就是,太可惜了。 听到俩人表示惋惜, 那老工程师却不以为然地耸了耸肩膀。 哎呀,随便你们怎么想, 你们要是觉得可惜, 就赶快都买下来吧。 虽然外人也许会觉得可惜, 但他却一点也不这么觉得。 如果要在结论博士的伟大计划, 和全家人穿暖吃饱之间二选一, 他毫无疑问会选择后者。 毕竟,就算他把方舟修得 像天堂一样, 最终能坐上那座方舟上的 也是一小部分人。 据说那方舟上的客舱 还不够学院的人自己分, 更别说科委会的边外人员了。 相对于那个他永远触摸不到的天堂, 朝圣之路上的艰苦行军 才是他最真切的感受。 在联盟的特区建立之前, 负责修建天堂的他 甚至都没尝过牛肉的滋味。 当然, 如今这个星球正在进入新纪元, 好像又没那么多人愿意走了, 而方舟的客舱也突然间构分了, 学院的高层似乎又在问 另外的事情头疼。 不过那毕竟是另外的事情, 对于他而言, 把这座工厂 以及工厂里的东西处理掉, 他的使命就算是结束了。 为什么不把这些东西 拉到拉阁老二点的空间站去组装呢? 肉肉不解地问道, 老工程师摇了摇头。 不知道, 可能是成本上来讲不太划算吧, 而且地面发射的星舰 和进地轨道组装的飞船 完全是两套截然不同的设计方案, 并不是把地上的东西搬到天上 继续做就完事了的。 我说你们到底还买不买? 盯着仓库里的东西, 丝丝对照着手中平板里的清单 认真看了许久。 存放在这座仓库里的 主要是采矿模块的船壳 以及未完工的反应堆等等。 加上他从东帝国订购的反重力装置 和从阿布航天采购的 等离子体推进器, 他们只需要再弄一台驱速引擎 和一节带有基本维生功能的船舱, 就能拼凑一艘规模 大概在护卫舰左右, 具备基本超光速航行能力的兴建出来。 在来到这座仓库之前, 他原本是打算采购到零件就离开的, 不过这儿的情况却出乎了他的意料。 这里就像是一座趴在地表上的 拉格朗日点空间站。 啊,不,不是像,而是旧式。 这座工厂几乎就是按照一比一的比例, 仿照拉格朗日点空间站的结构, 针对标准重力环境重新设计的地表星岗。 难怪学院对拉格朗日点空间站的布局 了如指掌啊。 不可思议, 你们在地表上复制了一座 拉格朗日点空间站。 没想到居然碰到石货的人, 老工程师惊讶地抬了一下眉毛, 也罕见自豪地翘起了嘴角。 复刻一座拉格朗日点空间站谈不上, 不过这个组装车间嘛, 确实是按照拉格朗日点空间站的规格修建的, 包括那些组装用的机械臂, 还有等离子体焊接设备等等, 你们要是感兴趣, 甚至可以用这东西修一座星剑那么大的坦克。 当然啊,前提是它能开出去。 哦,可以用它复刻一座开拓者号吗? 尾巴眼睛放光地说道, 开拓者号? 呃,那是什么东西? 老工程师愣了一下, 他一辈子都生活在四号地, 对于废土的了解, 大概也就是知道南边有个联盟这种程度。 一座巨大无比的路形堡垒, 我们的朋友将它从东海岸一路开到了世界的中心? 不必在意, 还是说说这座工厂吧。 收起了手中的平板, 思思将目光投向了眼前这座巨大的厂房, 眼中闪烁着炯炯的光芒。 我们改变主意了,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想把这座工厂整个卖下来。 拉格朗日点空间站的产能有限, 尤其是目前前者正忙于完成学院的大单, 就算立刻下单, 恐怕也得排队排到明年去了。 既然如此, 不如他们自己动手。 反正他们要做的, 也不是那种能够容纳数十万人乃至上百万人, 连续跳跃十数个星系的殖民舰, 而是拥有超光速巡航能力的放大版科研船。 这种赫在百人以下的小型民用兴建, 想来就算不借助拉格朗日点空间站的生产设备, 直接在地表上生产也是行得通的。 说不准等到拉格朗日点空间站终于完成了学院的订单, 他们这边的民用兴建也弄好了。 第三千零三十九期 整个收购下来 老工程师错愕地看着他, 愣愣地说道, 这正我做不了主, 我可以冒昧问一下您的打算吗? 思思倒也没有隐瞒, 微笑着说出了自己心中的打算。 我们打算把他整个搬到死亡海岸的一号定居地 和华南部海域工业带的资源整合起来, 成为一个新的航天产业员, 专门生产采矿运输用途的中小型民用兴建。 就如我的朋友们说的那样, 把这些东西浪费掉太可惜了, 不如让他再发挥一下余热。 说不准还能赶上太阳系复兴计划的浪潮呢? 老工程师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最后不知是欣慰还是惭愧地拿了拿后脑勺。 那什么太阳系复兴计划我不太懂, 不过您要是对这儿的生产设备感兴趣, 我可以和四号地的相关负责人商量一下, 其实只要你们付得起价钱, 我觉得问题不大。 这些设备放在这里也只能生锈而已, 趁着还有人要的时候卖掉也不算亏。 既然学院已经决定将末日方舟交给联盟的 拉格朗日典空间站去完成, 甚至把技术人员都派到了那座空间站上, 想来政策掉头的可能性也不太大。 至少就目前而言, 联盟承诺过的事情还没有反悔过, 何况是对他们自己益处良多的合作。 嗯,拜托了。 思思从防寒服的兜里抽出了一张名片, 笑着递到了那位老工程师的手上。 哦,顺便一提, 我们打算将这里的工人以及管理人员也打包带走。 如果你们不介意带着家人搬去风景仪人的海边上生活, 我们愿意为每位员工支付原先三倍的薪水, 以及最低三万银币的安家费。 听到如此优厚的条件, 那个老工程师欣喜之余, 乐得嘴都合不拢了, 恨不得立刻就冲进厂长家里, 把那家伙拎过来签合同。 当然了, 这只是一种夸张的说法, 具体收购方式以及搬签方案, 每个机场会议是定不下来的。 不过思思并不着急, 毕竟他这边也需要一点时间来准备。 白熊银行虽然财力雄厚, 但考虑到航天项目的回报周期, 以及存款准备金的问题, 即便是他也不得不小心这其中可能存在的流动性风险。 最好的办法还是多拉几个人上船, 一起吃下这笔生意。 譬如牛马集团, 百岳公司, 巨石军工等等, 只要能把方长那个老鹰逼拉上车, 整个计划的成功率至少能提升一倍。 而考虑到整个项目可能带动的就业以及经济发展, 死亡海岸的地方当局, 想来也会对这笔投资充满了兴趣。 除了税务减免和土地之外, 地方当局说不准还会给他们介绍一笔利息低到可以忽略的贷款, 这都是完全有可能的。 握着巳巳的手千恩万谢, 那个老工程师立刻带着他的名片联系自家厂长和相关负责人去了。 在岗位上干了二十多年, 他从未像今天这样热衷于自己的事业。 至于丝丝一行人, 则是返回了位于特区的酒店等待消息。 站在雪景套房的壁炉前, 肉肉抖了抖站在毛上的冰渣和雪, 回头看着坐在沙发上喝着红茶的丝丝, 疑惑地问道, 嗯, 话说回来, 我们有那么多钱吗? 显然不只是肉肉担心这个问题, 芝麻糊的脸上也露出了担忧的表情。 虽然他并不是很懂生意上的事情, 但采购零件和采购工厂的区别, 他还是能分得出来的。 倒不是心疼钱, 他主要是担心最后报价超出了他们的预算, 到时候负担不起。 钱的事情不用担心。 将杯子放回了托盘, 思思淡淡笑了笑说。 如果我们的计划只是服务于我们自己, 这笔钱当然只能用我们自己来付, 但只要我们的计划, 对联盟的发展长期有利, 而且能把事情办成。 这笔钱甚至都不用我们自己汤, 自然会有人替我们出的。 尾巴眼镜一亮竖起拇指。 这就是所谓的走在版本的前面吗? 听起来方礼方弃的。 算是吧, 不过方礼方弃是什么鬼, 明明是我的主意。 那声音听起来有些不乐意的小情绪, 不过很快又随着阿伟的下一句, 不愧是我的思超厉害而恢复了过来。 芝麻狐一时间不知是该惊讶于思思的好吼, 还是惊讶于阿伟的随即应变反应, 脸上旋即露出哭笑不得的表情。 确实, 好厉害。 那法子内心地夸奖, 他确实没想到居然还能让其他人出这笔钱。 过奖过奖, 这其实不是什么很难想到的事情, 就算我们不做, 其他来这里的玩家肯定也会发现这其中伤机的。 思思谦逊地笑了笑, 不过那眉宇间的得意仍旧是藏不住的, 看得出来他对亲友的夸奖还是很受用的。 可要是失败了怎么办? 肉肉挠了挠头, 和往常一样又钻进了牛角尖, 即便这确实是个问题。 如何把这么多设备搬到南方再重新组装起来? 如何将这些学院已经瞧不上的产能, 与死亡海岸当地的产业链进行整合等等? 任何一个环节出错都有可能导致整个计划的失败, 以及数亿银币的投资打水漂。 思思还在思索着如何回答, 站在沙发背后的尾巴队长却已经老气横丘地替他做出了回答。 肉肉啊, 这个地球上没有一定会成功的计划, 只有做了之后才有七百七十七分之一成功的可能, 不去做永远都是零。 思思一脸惊讶地看向了阿伟。 不可思议啊, 没想到阿伟除了开车之外, 偶尔也能说出一两句有哲理的话来。 尾巴不好意思地笑了笑。 我论坛上抄打, 难怪。 见大家都知识干着一票, 肉肉终于不再纠结, 毛茸茸的脸上也终于是露出了充满干劲的表情。 说起来, 他差点都要忘记了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自己。 那时候的他还是个新人, 明明有着比垃圾军还要庞大的身躯和强到离谱的初始属性面板, 结果却比抢人所难还要小胆。 他原本想着好不容易抽到了一张超稀有的SSSR卡, 总算能在游戏世界大战拳脚一番, 去做现实世界不敢做的英雄。 却没想到, 现实中做不到的事情游戏里一样做不到。 不幸的事情不止如此, 幸运的人如果不够努力, 几乎一定会受到小人的嫉妒和谩骂, 以至于他曾经一度越来越犹豫, 甚至有想过把头盔让给其他人算了。 如果可以的话, 虽然他也有尝试独立克服心理上的障碍, 努力不拖其他人的后腿, 结果却一次又一次地输给了心中的恐惧, 直到某个乱来的家伙爬到了他的背上。 一个人害怕的话, 那就一起冲吧。 再后来, 等他意识到的时候, 他已经成为了河谷乃至落霞行省的传说, 令废土上无数掠夺者闻风丧胆的噩梦。 甚至不止如此, 他发现自己克服的不只是游戏中的那些被淡化了的恐惧, 现实中那个唯唯诺诺, 连与人对上视线都不敢的自己, 也逐渐地勇敢了起来。 其实没必要想太多, 只有一条命的现实姑且不论, 如果连游戏中还瞻前顾后的怕这怕那, 才叫真的白玩了, 决定好的事情勇敢去做就是了。 行吧行吧, 我知道了, 既然你们都决定好了, 干就完事了。 看着突然提起干劲的肉肉, 尾巴的脸上顿时露出了惊讶的表情, 回过神来的他惊喜地竖起了拇指。 嗯, 干就完了。 第3040集 圣语行期 零小时 好好做人。 扔下了一句潦草的告别, 执勤的警卫像送走温神一样地 关上了看守所的铁门, 看着躺在手心的三枚银币和一张纸片, 也懊奈我和低头恩了一声, 老实巴交得就像一个新人。 七天半的刑期最终减了一半, 提前出狱的他不但获得了十贡献点, 而且还拿到了三枚银币的工钱, 以及一张来自流民之家的手写感谢贺卡。 感谢你帮助了无家可归的我们。 流民之家订购的帐篷大多发往了内战刚刚结束的布格拉市, 这些贺卡大概是流民之家的学校在教孩子读书写字的时候弄出来的。 虽然纸片上写的是人连语, 但最近他在看守所里学了一点, 靠猜已经能看懂一些简单的日常用语。 感受着那份沉甸甸的分量, 目不作声的爷傲忽然傻笑了一声, 这垃圾游戏还怪有意思的。 这下明白避难所居民的含金量了吧, 就算是采缝纫机, 本大爷的力量也不是一般杂鱼犯人能比的。 那张端正的脸上挂着愉悦的笑容, 但没过多久, 很快又因为旁边飘来的噪音而露出了穷凶极恶的表情。 虽然耽误了点时间, 不过也罢, 这经历对你这种小鬼来说也不是什么坏事, 总好过去社会上吃苦头。 将三银币的工资和卡片塞进兜里, 杨教授已经重新戴上了VM, 那副说教的表情就好像他是来看守所接人的长辈一样。 你这老逼的是还没吃够苦头吗? 一傲奈我和气势汹汹地向前逼近了一步, 那凶恶的表情顿时令杨教授神色紧绷, 虽然不想陪着家伙犯傻, 但指望他像区区一个小鬼低头那是绝不可能的。 两个零级的菜鸟愣是对峙出了九十九级巅峰对决的架势, 就连路边的蚂蚁都忍不住抠紧了脚趾, 大战一触即发。 就在俩人要二进攻了的时候, 来接人的朱氏念着道总算是蹬着自行车杀到了两人中间。 你们冷静一点, 真想PK有的是机会, 为什么非要在安全区里搞事情啊? 而且不考虑先发育一下吗? 你们也不想光着身子出复活点吧? 这句话稍微起了一点作用, 终于想起来自己还有正事要干的杨教授撇了撇嘴, 松开了握紧的拳头。 一傲奈我和威胁地磕了磕牙齿, 随后昂起的额头狠狠扭向了一旁。 踢下自行车的脚架, 猪兄看着迅速冷静下来的两人露出欣慰的笑容, 颇有成就感地点了点头。 不错不错, 不枉他一番辛苦, 这俩活宝虽然依旧很有精神, 不过到底是比之前正常多了, 他颇有一种看着自家养的猪长大了的感觉。 说起来你们还没有接星火相传的任务吧? 要考虑一下我吗? 你? 杨教授瞧了他一眼, 呵呵笑道。 小伙儿, 别太狂了啊, 我当预约玩家的时候, 你指不定还在玩三亿鼠刀的梦想。 一傲奈我和也是差不多的反应, 不屑一顾地撇了撇嘴角。 没兴趣, 做那任务对我有什么好处? 朱兄倒也不生气, 只是觉得好笑, 看着俩活宝笑着说道。 呵呵呵呵, 是是是, 两位大爷了不起, 说来不怕你们笑话, 我半年前才预约, 游戏理解确实比不上二位, 以后搞不好还要经常向你们请教。 啊? 看着大受震撼的两人, 他轻轻咳嗽了一声, 继续说道。 好处我可能给不了你们什么, 最多能带你们四处逛逛。 哦, 顺便一提, 我接下来打算去彷徨沼泽, 那儿好像有挺多任务可以做, 中途可能还会路过一趟自由帮和大猎谷, 要一起来吗? 杨教授错愕地看着他。 灵奇也能去二十几地图吗? 朱兄笑着说, 当然可以, 这游戏没那么死板, 推荐等级只影响保险的赔付比例, 反正你们也没有值得投保的装备吧, 待在安全的地方可是没办法快速练及的哦。 哦, 越级杀怪对吗? 嗯, 听起来好像挺有意思的。 尤奥奈五河终于露出了感兴趣的表情。 决定了, 亲人, 就由你带本大爷去瞧瞧好了。 没问题, 包在我身上好了。 朱兄笑着看向了杨教授。 你呢, 要一起吗? 北边嘛, 你的眼光不错, 那里确实是个充满机会的地方。 食指摸了摸鼻梁, 杨教授将目光投向了天上。 哎呀, 算了, 反正也是同路。 亲人, 那个新火相传的任务, 你点一下接受。 猪熊笑着打了个OK的手势。 收到。 Beta宇宙, 2026年下, 地球。 距离404Beta号避难所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 已经过去了半年。 在这半年的时间, 不只是废土翁赖的游戏世界迈入了新纪元的大门, 现实世界同样出现了新纪元的萌芽。 这其中的标志性事件, 毫无疑问是盘古可控聚变反应堆的点火。 虽然采用刀川燃料的一代核聚变技术, 在废土上已经属于能进博物馆的老古董, 但对于上处在古典纪元的Beta宇宙来说, 这项老掉牙的技术却仍旧能用时髦这个词来形容。 受到盘古反应堆的影响, 整个东亚地区乃至东南亚与南亚的变化, 简直可以用翻天覆地这个词来形容。 而在那媲美恒星的能量的支撑下, 率先完成可控核聚变点火的华夏, 在新能源以及信息等等领域一系列远见着实的超前布局, 发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 直接凭空创造了数个数十万亿规模的市场。 在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面前, 一切在发展过程中产生的债务都随之迎刃而解。 不止如此, 从大亚湾向外延伸的电网不仅辐射了两江流域的工业带, 更是顺着海底电缆飘洋过海的向西渗透到了孟加拉湾, 向南渗透到了索罗门海。 沿着电网向外输出的不只是无尽而廉价的电能, 还有与之配套的基础设施以及高能耗高劳动力密度的低端制造工厂。 这些大多都是华国居民们已经越来越不愿意去做的工作。 在过去的五年中, 技术革新所创造的财富被装进了国家发展基金里, 因为技术更新换代而失去工作的劳动者们失去的仅仅只是劳动, 并没有同时失去在旧时代与劳动牢牢捆绑在一起的生存权。 随着五年的持续发展, 国家发展基金分发的社会发展红利已经逐渐超越了达罗斯的收入。 在不用为生存、婚育、医疗和养老发愁的情况下, 未受教育的人们大多都倾向于拿着补贴去读书或者学习一项技能, 而受教育的人们则倾向于从事更具有创意的工作。 不管是关于上天入海的创意, 还是关于短视频的创意。